60岁大妈第一次进赌场 上来就把全部身家压到8号 随着小球不断转动 溜溜答答竟然真停到了8号 10块钱瞬间变100 他又拿出10块钱 还是压了8号 谁曾想这次又中了 难道今天红韵当头 犹豫半天后 又将全部身家压到了8号上 旁边的大爷劝他冷静点 从概率上讲不可能是8号 随着圆盘转动 大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次竟然还是8号 眨眼间就赚得盆满钵满 只有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能裁员滚滚 他知道见好就收 把赌场里其他游戏玩了个遍 只要带数字的 全部选8号 短短两个小时 比他十辈子赚得都多 而他并不是赌神 就在几天前 他找神婆算了一挂 竟然抽了个上上钱 神婆掐指一算 我了个乖乖 这可不得了 说8月8日他会被财神附体 于是到了日子 先去取点钱 结果今天是银行开业八周年 而他正是第八位顾客 因此送给他八袋五长大米 随后坐着八路公交车 来到赌场 坐到了8号桌上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可随着时间推移 大妈的野心越来越大 竟然跟赌神同台竞技 虽然有财神附体 但也架不住人家抽老千 一把下去输了个精光 他还不服气 转念一想 今天不是还没过完吗 于是坐上八路公交想回家 没想到走着走着 旁边的大爷就把头靠了过来 今天是财神附体 月老又没来 于是用力推了回去 半天后见大爷还没醒 伸出手指一摸 窝了个乖乖 他竟然没了呼吸 正在这时 司机一个急刹车 大爷的包就掉了下来 他打开一看 里面花花绿绿的 全是百元大钞 什么人这么有钱 定睛一看 大爷脖子上有个纹身 一看就不是好人 于是偷偷下车 把包拎回了家 看来财神还是挺靠谱的 学渣靠冷橡皮写答案 结果次次考第一名 上美术课时 一不小心打翻了墨水 吓得他赶紧用袖子擦了擦 可老师过来一看 顿时傻了眼 他竟然画出了一幅世界名画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又一次考试时 顿时又俘获了一群小迷妹 只要点了 主 你也能这样幸运 长大后的他更加变态 买个题材 随随便便中一等奖 就算吃顿火锅都能中奖 卖房时 在家四套 全盘 什么都不用干 每个月都是消灌 公司聚餐 喝多的他 把同事们都骂了一遍 结果 阿芳真的好真实哦 还给他鼓起掌来 可出去时 外面正在下雨 一伸手 出租车都停到他跟前 他非常愤怒 老天爷 你是不是能玩我 有本事 你别走啊 随后就落下一道闪电 他毫发无伤 旁边的人可就倒了霉 更意外的是 对方还是个小偷 因此他被迫当了个三好市民 他非常讨厌 这不思进取的命运 于是来到寺院想出家 方丈小手一挥 顿时无形的白色气体 从阿芳体内吹了出去 等玩扑克牌时 人家都打完了 他一张都没出去 每次都被虐 这次终于有了手好牌 可打算出最后一张时 高兴没两秒 他又输了 阿芳好弱 可他却非常高兴 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如果是你 你会拒绝这种好运气吗 考试时 女孩聊起裙子 上面写满了答案 竟然是让旁边的男神抄 前面的女同学更狠 直接露出香肩 抄完后 又看向同桌 女生一低头 掀开裙子 露出大腿上的选项 这可把旁边的同学羡慕坏了 这还没完 随后一张纸条经过众人之后 被传了过来 而这一幕 都被外面的小帅看到眼里 定睛一看 他们手臂上都有个计时器 这是怎么回事 他没想太多 在走廊玩起了游戏 正在这时 一只金凤凰飞了过来 他急忙拿起华为手机 发动了攻击 原来这是游戏里的boss 随后跟着凤凰来到厕所 眼看凤凰要被消灭了 突然小美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他对着凤凰轻轻一滑 没想到小美白光一闪 竟然变成一颗蛋 这可把他吓坏了 急忙捡起来 带回家中 可刚放到地上 但就疯狂生长 蓝光一闪 小美又变了回来 主人 还喊小帅主人 见他身上都是蛋液 小帅勉为其难 给他洗了个澡 同时在手腕上 发现了时间码 难道之前作弊的同学 都被大壮变成了宠物 第二天考试时 小美对着小帅 一副花痴的表情 张志我做完了 要不要我帮你做 而这时 时间码也到了镜头 小帅说 杨雪儿 你的卷子借我卷了吗 老师 张志要借我卷子 随后他就被老师 请了出去 放学后 小美知道自己错了 刚要道歉 突然身后出现一只 银色凤凰 小帅轻轻一滑 白光一闪 小美又变成了一颗蛋 不久后就成了宠物 为了应付考试 他对着镜中的自己 轻轻一滑 映姿就活了过来 你就听我上课是吧 好好学习 做全班第一 是 就我了 没想到他晚上来到学校 找到排名第二的胖哥后 掏出手机 把胖哥变成了宠物蛋 随后拿起灭火器 框框就是两下 将蛋打碎 而胖哥则被扔进垃圾桶里 变成了落智 调取监控发现 昨天晚上 小帅和大壮 都在案发现场出现过 大壮先把老师 变成一颗蛋 然后把围着小帅的 三个警察 也变成了蛋 经过一番商讨 小帅觉得 是自己影子干的 你把自己影子给抓了 没想到影子 失去了控制 大壮把控制的女同学 全叫了过来 扮成女神后 混在中间 成功前入学校 来到保健室里 而胖哥看到小帅后 非常害怕 他想说什么 可失去了语言能力 只能用动作表达 原来影子一出现 手机就没了信号 晚上两人一起寻找影子 可走着走着 小帅突然不见了 而前面出现个黑衣人 几个闪现就来到近前 你是张志本人吗 他低头一看 发现手机没了信号 吓得他扭头就跑 可刚跑没几步 他就跑不动了 随后被影子变成了蛋 没过多久 小帅终于找到了影子 我是让你考全班第一 什么时候让你害同学了 突然 把分数最高的去掉 他能自然就会上去 说完转身就跑 可跑着跑着 突然出现几个便衣 把小帅抓了起来 眼见逃不了了 他拿出手机 把警察变成了蛋 这时他突然想到 影子的下一个目标是小美 于是急忙开车赶了过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小美被影子抓走 放到后备箱里 随后带到一个仓库 用绳子绑了起来 紧接着拿起地上的电钻 慢慢凑到进前 可刚要靠近 突然插座掉了 于此同时 小帅也找了过来 掏出手机 对着影子刷刷几下 没想到被他躲了过去 即便他不动地方 也便不承担 看来手机只对人有效 随后双方打了起来 正当难解难分时 小美醒了过来 解开绳子 拿起地上的手机 对轮小帅轻轻一滑 地上就多了一颗蛋 老师 王思杰作弊 老师 王思杰作弊 老师 王思杰作弊 毛宝电影 但已走近电影人生 男人用棉签给小草搓枣 看着闪闪发光的草坪 他非常满意 正在这时 一个斜杠青年踩到草坪上 小帅很生气 让他赶紧离开 见对方不听话 他一把掐住人家脖子 将胖哥提了起来 胖哥见状 也是同样的动作 把小帅提到空中 这还没完 胖哥按住小帅 手一用力 就跳到肩膀上 随后就是一顿胖揍 小帅抓住胖哥的脚 来了个倒挂金钩 直接起到胖哥脖子上 胖哥伸出左手 用出冲天炮 将小帅捶飞 随后抓住脚 一点点往上爬 他们两人就这样 你抓着我 我抓着你 不知不觉来到高空 等他们发现时 已经离地面两万米 吓得两人急速下坠 这还没完 胖哥双手挥动 朝小帅游了过去 两人又打了起来 小帅一个没注意 在空中转起了圈 胖哥很高兴 一巴掌过去 小帅才停止转动 可能转晕了吧 他张嘴就要吐 胖哥急忙捂住他的嘴 硬生生给咽了下去 这也太恶心了 小帅飞到空中后 大脚直接落了下来 将胖哥拍到了飞机上 两人刚要干架 突然飞机引擎启动 两人边跑边打架 最终胖哥技高一筹 将小帅踢到引擎上 胖哥健壮 把钥匙扔了过去 随后扔出手机 就连心爱的钱包都不要了 却被小帅一把接住 掏出里面的money后 把钱包扔了 怎么感觉屁股有点热呢 低头一看 引擎着起大火 马上要爆炸了 吓得他转身就跑 随后飞机就发生了爆炸 小帅追上胖哥后 刚要打架 突然一群老鹰飞了过来 还有一对巨爪落到小帅肩膀上 吓得他不停的哇哇大叫 抓住鸡腿 用力一掰 鸡腿就掰了下来 这也太假了 胖哥也想试试 小手一伸 抓住一只鸽子 然后在天上吃起了烧烤 一人一个鸡腿 吃的那叫一个香 吃饱后 胖哥刚要动手 却被小帅制止了 说晚上就要睡觉 明天再战 等第二天醒来后 胖哥一抬头 看到小帅冲了过来 一拳垂到胸口上 巨大的力量 让他急速下坠 在跟空气摩擦时 腿上还着起了火 哭吃一下踩到树叶上 借着反作用力 又一飞冲天 哭吃一拳打到小帅脸上 将他干到了外太空 胖哥趁机跳到地上 而小帅双手一伸 竟然把太阳抓了下来 把他炼化成一个球后 快速冲了过来 胖哥却不慌不忙 戴上了眼镜 下一秒 他就被烧成了渣渣灰 看到心爱的草坪 瞬间被摧毁 小帅也不想活了 跟草坪同归于尽了 第二年一场大雨过后 小草又长了出来 几万年过后 胖哥的魂魄苏醒了 随后伸手一拉 把小帅也拽了出来 两人互相搭着肩 成了好朋友 决定共同守护草坪 那么问题来了 左脚踩右脚 真的能飞上天吗 谢谢大家